我们的中国大使的回答是 这些人心里有数 心里有数算是什么证据啊 我想到日本新闻里面 那个被判入狱六年的日本人 他到现在都不知道具体是做了哪件事情 被当做间谍抓起来判刑六年 还需要反反复复的分析猜测 我很好奇的是 为什么中国的官方不能把那17个日本人 做的具体的事情公布出来 日本人之所以这么在意呢 是因为中国刚刚因为间谍嫌疑 逮捕了一名在中国工作的50岁的日本人 可是中国官方至今没有说 他具体做了什么事情 或者说他的嫌疑到底从何而来 其实自从那头200斤上任以来 目前已经抓捕了17名在中国工作的日本人 所以日本政府媒体制作了各种影片 分析研究 为日本民众普及这项罪名 比方说不要期待日本的书籍 问路的时候 不要按照日本的习惯去画地图等等 可能在日本买过车的观众都有这样的经历 你需要画一张地图 像当地的警察报备 你家的位置跟停车场的位置 所以绘制地图是日本人常常会做的事情 但是经过分析跟猜测 这个行为在中国就很有可能被当作间谍来对待 所以问路的时候 千万不要拿出纸跟笔去画什么东西 日本天使台还采访了入行6年的日本人 分析他被抓入行6年的原因 大家注意到没有 之所以所有的一切都需要去分析猜测 那既然这么容易诬陷好人 那么日本政府就希望中国的官方可以提供更多具体可能会被定罪的行为 比方说最近刚刚被抓到的那个日本人 他究竟在中国做了什么呢 关于这个问题 日本政府也询问了 驻日本的中国大使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首先他强调的是两岸关系的立场 那我们都知道日本政府采取的是维护地区和平的立场 当今的日本不会跟军国主义的侵略者站在一起 所以大使这些话呢 我个人是看作中国对日本的一种威胁 你若干预我发动战争 我就继续抓日本人 可能大使也觉得自己威胁的比较明显 所以大使呢 才说啊没事的 放心了 可是话锋一转 他说到目前为止 日本人才有几个被抓 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了 那头200斤上台到现在 已经有17名日本人被捕 这两天我在家里看电视 电视里滚动在播放20年前 走私的一位女学生的新闻 已经20年过去了 日本警察仍然在电视上向大家征求线索 当然很多中国的观众会说 这些都是日本人装出来的 那我也希望中国警察可以有一天 也能以为走私了一个孩子 连续20年假装在电视上面公开案件的进展 向大家征求线索 17个人在中国人眼里可能不算什么 14亿人死了4000人 根本就等于没人得病没人死嘛 所以那位大使才会说 我到现在才抓了你们几个呀 当然我希望这只是当今的日本人跟当今的中国人之间概念的差别 不希望它是在表达对日本人的威胁 你看现在我才抓你十几个 如果你继续帮助台湾 那么被抓的日本人就不是十几个这么少 很多人可能觉得我以上的说法太没有根据了 既然抓你一定有明确的证据才会抓嘛 那问题来了 那些被捕的日本人 他究竟是做了什么事情被抓的呢 我们的中国大使的回答是 这些人心里有数 心里有数算是什么证据啊 我想到日本新闻里面 那个被判入狱六年的日本人 他到现在都不知道具体是做了哪件事情 被当作间谍抓起来判刑六年 还需要反反复复的分析猜测 我很好奇的是 为什么中国的官方不能把那17个日本人 做的具体的事情公布出来 让全世界都看一看这些日本间谍的真面目 不比那头黄志贤空口无凭 猜测日本长期渗透中国 来得更有效果吗 你为什么不能说出来呢 你不说出来他们到底做了哪些事 那黄志贤也会担心啊 你哪天把我抓了 到时候公开跟大家说 黄志贤是不是间谍 他自己心里有数 好了 其实很多观众呢 他们担心的是我是不是会害怕 那我也非常真诚的告诉大家 我也害怕极了 有观众充满底气的对我说 对我们国家领导人尊重点 的确根据现在的反间谍法 不尊重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呢 可能也是一种间谍行为啊 对我们的事情之中划脚 一位观众说啊 很多人不了解共产党的做法 口舌之争不如真的做些实在的 能推翻他们的时事 可是口舌之争是现代文明社会 可以动社会变革的一种有效的方式 人们可以摆事实讲道理 通过辩论来说服人们 接受新的观点跟价值观 我不知道这个观众说的 更安全更实在的事情是什么 希望可以明示 不过你说的很对 我们这样公开讲话确实会不安全 我的确也会害怕 可是试问一下那些讲真话的人 谁不害怕呢 陈老师每一次发声 他不害怕吗 我们换一个角度 那些保家卫国的乌克兰的军人 他们不害怕吗 世人当然就会害怕 害怕过后 然后再站出来的人才称得上是勇敢 而不是那些见到领导就跪下 拿起键盘就喊武统的那些北齐 那种不叫勇敢 那种叫 我也找不到什么形容词去形容他们了 麻烦你们帮我想想吧 其实说起中国法律这个东西 我们也之前说了好多 尤其是不在中国生活 很难去谈到底要不要去遵守 你说的法治 我这个觉得很像 一个讲真话要判刑的法律 一个没有经过你同意就会制定出来的法律 一个赋予了你权利但是没有生效的法律 你是当我充气娃娃吗 想怎样就怎样 还有我毫无怨言 常常听到一种说法 说十几亿中国人被绑在了一辆高速倒车的列车上 所有人都在等 他们不知道会等来什么 我个人觉得是那辆列车本身就是中国人 列车行驶的每一度垫 每一颗螺丝都是一个中国人 有一个人不愿意继续倒车 他就会慢一点 一群人不愿意继续倒车 他就会再慢一点 可是这部法律最大的作用就是让那些不愿意继续倒车的中国人 失去给列车刹车的能力 比方说中国的某个地方如果发生了大火 那在正常的国家 负面讯息会迅速的传播开来 那经过大家的讨论呢 很多事实的真相就会曝光 人们就会想办法避免同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但是在中国传播负面的事件 以前呢叫做给警外势力递刀子 之后可能就会被定义为间谍行为 究竟是政府把人锁在房间里导致的悲剧 还是说门明明开着 只是他们懒得跑导致的悲剧 只能由政府说了算 那一定是受害者自己不跑 把自己烧成灰导致的嘛 如果你有其他的解读 那你就间谍咯 可想而知到最后就会演变成 如果发生了大火把人烧掉的悲剧 可能过好几个小时 都不会有人知道发生这件事情 没有人去给制定政策的人施加压力 这辆列车就会彻彻底底的失控 哎呀 饿死几个人算得了什么 关键是我们个人不能在政治上犯错误 可是在这辆列车里 其实还是有一些善良正义的人类 他们也困在这辆列车当中 这才是我真正感到害怕的事情 上一期节目我们的问题是 如果台湾发生了战争 或者被独裁统治 你会认吗 这位观众说 一方面我绝对不舍得放弃 这个出生成长的土地 我爱的国家 另一方面也真的不敢保证 如果长达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都不安定的生活 我能不能撑下去 只能一边期望这件事情不会发生 一边期许自己的内心足够坚强 还有一位观众说 关于要不要认出国这件事 我个人是不太希望的 虽然我适应环境比较快 但语言沟通的障碍令我害怕 我是适障者 能不能在逃亡中活下来都不知道 如果真的有战争爆发的一天 我会想放弃逃跑 拼一拼做最后的反抗 台湾是我的家 我喜欢这个地方 虽然它不够好 土地面积也不大 但这是我出身的地方 是我的国家 这位观众说 说真的 面对未来的政治不确定性 多少还是会想认 去年我去日本交换留学 虽然也感受到了真实的日本 在那里终究只是被当作外国人对待 但还是觉得 日本在政治变动上的风险比台湾低 所以未来还是会想认去日本的 以我这样一个已经认出来的人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他们说的都很真实 如果不是迫不得已 谁愿意离乡背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